这是一种国内毒性最强的马蜂 而有人却偏偏要将它们种在地下 等待秋天的收获 可一般到两万流千里 席门有人种了能发财的马蜂窝 科技院马上为您讲述 知道你不知道的 让追问变成习惯 各位好 欢迎收看科技院暑期特别节目 你知道吗 骑士天天有 今天我要跟您说的骑士是种马蜂窝 要说这捅马蜂窝咱们都熟悉 那就等于是捅娄子 一听着马蜂窝 咱们躲都还来不及呢 怎么还敢种呢 再说了 人家搞着种植 种花 种菜 种瓜果 都是为了挣钱 这种马蜂窝能干什么用呢 这马蜂窝又是怎么个种法呢 种马蜂窝这是 您听说过吗 啥啊 种马蜂窝 没有 马蜂窝还能种呢 马蜂窝还能种呢 种马蜂窝 没听说过 当然不能种了 没听说过马蜂窝能种呢 马蜂窝能种的话 我也回家种鸡窝去了 太可怕了 那是动物 不是植物 没法种 确实不聪明 种马蜂窝 我感觉这事儿太可笑了 我是不能种的 他们还想种 因为马蜂窝 又不是一粒种子 我从来没听说过 马蜂窝 种什么马蜂窝呀 这不是咸的吗 大伙问的对呀 那马蜂窝到底是怎么个种法呢 这位是云南龙陵县营造厂村的黄国忠 这一位呢 是云南德红石砖昆虫研究所的郭云娇教教授 每年的四月份 这俩人就要忙着做一件大事 那就是去山林里面种下马蜂窝 瞧 在他们手中的小木桶里 就装着拳头般大小的马蜂窝 里面住着目前国内毒性最强的一种马蜂 金黄虎头蜂 这种马蜂可了不得 三五吃的毒量就能要了人的性命 慢点 慢点 你看吧 我们这个就是小蜂头马蜂 我们已经把它买在地下 每年的四月份 黄国忠在家附近的山林里 把上千只这样装有金黄虎头蜂的小树桶 就像是种萝卜似的 挖个坑种礼着 好 那这把泥土在上面盖好一步呢 完完全全的埋在泥土里面了 哎呀 这哪里呢 这不活来了 没错 这马蜂窝可不是种子 您全给埋土里 它们咋活呢 结果就是我们的蜂子做的没 没呀 原来在没有马蜂窝的土层下面 王国忠预留了一个与风筒相连的泥孔 蜂窝里有空气 这马蜂就不会被憋死 可是马蜂窝毕竟不是庄家 它们在这小木桶里 难道真的能越长越大 哎 你看我们就完全不在买下图嘛 反正是什么什么不惯了 买下图 我们就是养着养着如果也 等到秋天就是等要收索钱收钞票就可以了 那王国忠说的是否属实呢 咱们呀 先跟他去看看 眼前的这处土层下面 埋藏着王国忠在2013年4月份种下去的一窝金黄虎头蜂 当初种的时候呢 这一窝蜂潮也不过就全都大响 到了九月份 经过了六个月 到了王国忠说的收获的日子 会是什么样呢 好在呀 是有这身牢靠的防护符 否则真是无人感越雷池半步 大伙找到了蜂窝的进出口以后 开始小心的刨挖 随着洞口逐渐打开 里面原本全都大小的蜂窝 就像是变了戏法一般 化作了一层层 镶嵌在土中的巨大的蜂饼 哇 抓不到 这起码也没有时间 行 二点 洞口处最容易取的一块蜂窝 被黄瓜忠先拿了出来 上面布满了金黄虎头蜂的幼虫和蜂涌 见到老蜂要被端了 更多的蜂从洞中飞 疯狂的进攻这些不速之客 帮我进行蜂群的数量判断 当初种下去的这个蜂窝 至少已经长到了两百多斤了 为了防止进一步激怒蜂群出现意外 大伙决定 等于天黑了 再接着挖 在夜晚啊 这马蜂几乎就是个瞎子 人要是待在暗处 他们是看不见的 也就咬不着了 天黑透了以后 蜂群很快就安静了下来 大部分都蜷缩进了洞穴 在黑夜的掩护下 大伙把电筒的光亮 齐刷刷的都照向洞口 继续开挖 大约十几分钟 一个巨大的蜂窝被挖了出来 当初拳头大的蜂窝 不足半个馒头种 这在土里埋了半年 光是其中的一块 三四个人排着都这么费劲 如果加上白天 那块六十来斤的蜂窝 那还真的长到了近三百斤呢 看来黄国中的确没有吹牛 这马蜂窝不但能种 而且还能长呢 不过你知道吗 黄国中和郭云娇种的这马蜂窝 挖出来要干嘛用呢 那是不是马蜂窝或者说马蜂养大的能提取什么东西 就有这个可能性吧 马蜂它不就是抓我用的吗 就当干后面的呀 就当财富销了呗 蜂窝 做药材的 喂鸡或者是喂什么鸭 什么 拿回素标本去啊 蜂窝有什么用啊 我知道有些地方 有些可能马蜂是能够吃的东西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 我听说过晚上燕窝能煲汤 就马蜂窝拿到血能煲汤 就不太可能了 马蜂不是那个 那里边那个蜂囊什么东西 是蜂湿还是蜂湿 现在有的人心情苦关想法特别多 谁知道什么叫马蜂 当宠物 不能当宠物呀 你也不能把它逮回来 拿在手里 它就个人啊 没错 一般人碰到马蜂 唯恐是避之不及呀 可黄国中和波云娇 还真的就是要把众出的蜂蜂 倒回家去 因为它价格不菲 那可能有两百五十斤左右吧 这蜂子一年可以卖到两万六千几 种下去一窝蜂 就能卖出将近三万来块 这不和种钱差不多吗 那这马蜂窝怎么会这么值钱呢 那这个蜂蜂的市场价格呢 就相当地高了 在我们这里呢 一四斤呢 这种湖蜂的蜂蜂 卖到一百八十斤 一四斤 而且供不应求 黄国中和郭云娇 把这些巨大的蜂窝带回家 主要呢 是要取用其中的蜂蜂 蜂蜂蜂的蛋白质含量极高 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自古就是人们喜爱的昆虫食品 啊 这种很快乐 这是盐生态的高蛋白的昆虫 咱们取出来的时候 就可以生死了 是吧 这个味道有点甜 味道相当好 甜的 挺甜 就是在这个山区两个行程中 也可以 什么烤肉吃啊 煎肉吃啊 油炸啊 多种吃饭 食用马蜂蜂蜂的习俗 以前只是存在于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一些村寨 近些年 随着人们对于昆虫食品的开发利用 马蜂蜂蜂的营养价值 也被更多的人所认知 吃蜂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可是这蜂蜂数量没那么多呀 于是很多人不惜冒着被毒蜂遮伤的危险 采取火工的办法 到野外去烧毁蜂窝 截取其中的蜂蜂 拿到市场上去贩卖 人们毁灭性的捣毁马蜂的巢穴 导致马蜂种植资源急剧减少 同时 由于马蜂的主要食物 是山林间的蝗虫 金龟子等等 食业昆虫 马蜂一少 这就使得山野间的虫害 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以前烧蜂吗 把它一下子就全部灭绝了 那现在我们那个沙上全部是那个害虫 就是那个白虫 专门吃那个树叶 沙上到处都是 研究生物学的郭云焦教授 关注到了这一情况 他开始思考 能不能人工训养马蜂呢 就像人们 我们的祖先 信号了鸡 牛 羊 养制了鸡牛羊 现在我们怎么吃的吃饭 郭云焦认为 要使马蜂的种植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最好的办法就是搞人工养殖 在2010年 他找到曾经以朱峰能手著称的 隆陵县的王国中 谈了自己的想法以后 两个人很快达成共识 开始了马蜂的人工训养研究 您知道 你知道吗 你问我知道 知道吗 我知道什么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不是你清楚 您知道吗 我先整理 您知道吗 我们会咋吃的 2010年开始 郭云焦和黄国中就搞了野风的人工训养 到现在三年多时间过去了 已经可以抱着风筒去种植了 那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一个原本全头大小的马蜂窝 种下去半年时间 怎么就会变得比这锅盖还大了呢 我觉得不太可能 而且你这么高的头 这么错 你真的不太现实 你那处备住了 舒服 有这些事还变化 真是不太现实 我觉得 就是马蜂互相遮 然后我都肿 然后马蜂窝都大了 瞎掰的 我想是他们把里面的房子给拆了 装桶就 啪啪啪 两道的 然后他们 他们在捡些书棍什么的 给再修理风口 他就这么大 他就这么大 这么大 这么大 他这个是瞎掰的 我 这个是正好 这不太可能吧 大伙说的真够雷人的 到底是咋回事呢 种下一个拳头大的马蜂窝 最后呢 能够收获一个 比锅盖还大的蜂巢 这呀 都得归功于蜂王 就跟种菜种花 先要播种一样 就是这个蜂王 在马蜂窝里 不断的产卵生子 马蜂越来越多 房子不够住了 那就得不停的盖 最后呢 这个马蜂窝 也就越阔越大了 不过 这重要的蜂王 他又是从哪来呢 通常情况下 马蜂的寿命 只有一年 每年的九十月份 一个马蜂窝 无论他的蜂巢有多大 人口有多旺盛 他都会衰败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 都会陆续的自然死亡 那谁会存活下来呢 准蜂王 马蜂有一个 与众不同的习性 每年到了秋天 天快冷的时候 老蜂王会生出成百上千的准蜂王 这就相当于是黄蜀们 也就是未来的新蜂王 这些准蜂王 会在老王和巢里的其他蜂群陆续死亡之前 就被老王赶出巢穴 去野外寻找雄蜂交配 交配之后 就是新蜂王了 然后这些新蜂王 就会另找地方 先避寒冬年 等到来年 再另立蛮户 重新建立一个大家庭 延续家族的乡火 那这个蜂巢呢 就是红蜂巢啊 郭云娇和黄国东最初的想法是 在深秋时节 到山上将野蜂的新蜂王捉回家 人工娘起来 如果成功的话 那来年就可以自烦自愈了 就是生物之间可持续开发的 这种理念 往往啊 这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最开始 光是养活蜂王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更别提 种蜂窝 收蜂窝了 郭云娇和黄国中 在2009年秋天 捉回了蜂王 一个冬天养下来 到了2010年 就只剩几只躲在木头墩子里的蜂王 左右嘛就是保证了暖火嘛 保证了淋不住乙嘛 反正老鼠虫子吃不到嘛 蜂王藏身在大棚里的树桶中 一来挡风遮雨 棚里能够保持十来度的温度 二来能够避免受敌害的威胁 这保证了蜂王冬眠的成活率 而且操作起来 也费不了多少成本 说东西 就是第一次加码 成活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百以上 通常每年三月份 天气转暖达到13摄氏度时 蜂王们就逐渐苏醒了 在黄国中 把蜂王搬进木桶过冬的第一年 刚到三月份 有一天黄国中发现 棚内温度计已经达到了十四度了 于是呢 他就悄悄的打开每个风筒查看 发现这蜂王们过得都不错 充满活力的爬来爬去 看来这月冬是成功了 兴奋之余啊 他就打开一些树桶 把蜂王们给拿到了桶外活动 考虑到这些蜂王毕竟是睡了一冬 没吃啥东西 怕他们饿着 黄国中还特意用蜂蜜水 配置了营养液 挨个儿的补味 然而 这高兴劲儿没持续几天 黄国中就乐不出来了 几天又死亡了 一般嘛 躲出来蜂王就死了 就是手一碰就死 手一碰 这蜂王就死 得出这个结论 是因为黄国中发现 在那些还没打开的树桶里 蜂王个个都还健在呢 黄国中挺纳闷 为啥尽自己的手一拿 这蜂王们就纷纷夭折了呢 郭云娇让黄国中 随后从另外的月冬树桶里 拿出两只蜂王观察 他发现呀 蜂王出来以后 虽然也活动 但是并不活跃 韩国是乱飞几下 落下以后 也就慢慢的死去了 莫非这蜂王 还没从冬眠中 完全苏醒过来吗 当时呢 我们就想 可能是这个蜂王 虽然他 叶龙看到他已经醒了 但是呢 他的这个 适应外界温度的 这个能力还很差 他里面蜂王体内的 那个生理生化现象 还没有完全解除 叶龙重化 其实啊 当气温达到13摄氏度时 虽然蜂王会从冬眠状态中苏醒 但是 这不是一蹭而就的 因为 虽然大棚中的温度计 显示的是13度 但是树桶里的温度 相比大棚中 还是会高上两三度 这对于变温动马峰来说 一下子从高温的树桶里 到了低温的桶外 就会极其不适应 我们就联想到 我们农户之后 用蔬菜大棚 种蔬菜的时候呢 从冬天到夏天的一个过渡 如果一次就把那个大棚 上面的塑料葡萄 全部拿掉的话 这个里面的西红柿苗啊 或是其他什么苗啊 它适应不了 黄井温度的系列的反差 它大部分都会吃掉 看来呀 这真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这蜂王一被拿出来就死 索性 郭云娇和黄国中 就把选择权交给了马峰 看看他们 是怎么自己适应 桶内桶外的温差的 于是 两个人就在剩下的树桶的进出口 放了些营养液 继续观察 我们这一做实际上就发现 他吃了一份 第一次吃了一份 他要跑进去睡觉 过两三天 四五天 他要跑出来吃一次 随着这个吃的时速增加 这个蜂王的活动能力也强了 蜂王每次短暂的进出 实际上就是在试探 外部的环境和温度 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一周以后 蜂王就不再爬进越冬的树桶了 为了进一步增强蜂王的体力 为他们筑巢产卵 繁育后代做好准备 黄国中除了给他们四个营养液 还从山上捉回很多蝗虫和金龟籽 随着春日气温逐渐接近17摄氏度 蜂王有了新的举动 蜂王有一个习性 只要春季的气温一超过17度 他们就会有一个本能的反应 那就是筑巢安家生小风 在这树桶里 蜂王成功的跃动了 那是不是再给蜂王 找到一个筑巢安家的新地方 就能够拿着新筑的蜂巢 去种蜂窝 收蜂窝了呢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发送到1066-33556 索取手机报 您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央视网和科技院栏目的官方 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了解更多信息 我也会与您互动交流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一种国内毒性最强的马蜂 而有人却偏偏要将它们种在地下 等待秋天的收获 可一卖到两万六千几 奇闻 有人种了能发财的马蜂窝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